A.K.A. 丹尼尔 A.K.A. 骨葬 A.K.A. 罗斯峰 YouTube频道罗斯峰DL博物正业 说下架就下架真的是 年轻人不讲武德 这其中当然暗藏许多麻烦事 从罗斯峰角度 有比如AB合约问题 设备等支出超过百万元由罗斯峰买单 还爆出侄子张敏胜常常跟罗斯峰争吵 情绪不稳搞砸团队气氛 甚至发文呛罗斯峰很不负责任 不尊重艺术创作者等等 从团队的角度 罗斯峰你爱小儿子 却对包括侄子张敏胜在内的团队计较 两者关联不直接但影响深远 我客家人我怎么有可能加薪 这就你不对了 赚那么多加点薪水应该正常了吧 是啊我们以前年轻也是这样子打拼过来的 这是我从来听到最大的狗狗狗 两年前本刊曾独家报导 当时19岁的罗斯峰小儿子 开着约350万的特斯拉冲撞路边9辆机车 后来借朋友宾士撞车 开PNW违规调照 哇这个是当GTA是啊 不止如此还涉嫌强盗罪闹像是会板面 老人去输贏 当中竟然包含罗斯峰小儿子的罗绍红 但他急忙喊冤我只站在旁边看 因为不满有人女友被胡姓男子纠缠 这嫌持空气枪与球棒胁迫殴打 警方查获后依加重强盗等罪起诉 罗斯峰夫妻事后还出钱让小儿子去美国避避风头散心 这些看在团队成员眼里根本两样情很不是滋味 因为当初公司成立就说好的一个月年中 今年忽然说要减半 表面原因是公司业配减少 但似乎就与罗斯峰宠溺儿子开支变大有关 此事甚至引发5人离职 罗斯峰老婆则说 平时罗斯峰对大家很好啊 强行团队吃吃喝喝 此话在团队而立就是个惯老板 因为他们是要收入 而不是吃老板画的大便 我是说披萨啦披萨 其实小儿子负面新闻坏的形象的确有影响收入 但侄子张敏胜为此被怪罪经营不善 而后罗斯峰还背地另找了业务窗口 结果搞事得罪厂商侄子被魁力标打到 而后接连缩减成本啊 年终砍半等等引爆连锁离职 频道更新自然更慢 分论被影响 怨念一点一滴被累积 最终双方道不同不祥为谋 罗斯峰接下来也是找亲人外甥谢一红合作 谢一红曾表示 至于目前有何表哥 也就是张敏胜联络嘛 谢一红则低调表示 但自认以人为关怀为主的只字张敏胜觉得 罗斯峰爆红五年来几乎没有做公益 且企划常常被质疑争执 偏偏亲人合作没有签约 现在只能默默接受罗斯峰夫妻下架影片 侄子张敏胜气得在脸书上痛批罗斯峰 声明写得有够烂 AKS很不负责任的公告 一群店家似乎也既有行动支持侄子 因此事后纷纷签下一份 我们挺侄子连署声明 并拍照汇集成一段影片 让他很是感动 但罗斯峰同时表明 该频道影片归属老婆 作为代表人的 不务正业娱乐有限公司 不归张敏胜 当初频道自然不做作 罗斯峰深入街头与路人互动 被赞真实又不失风趣 油温度成功打进年轻人的市场 只是现在 侄子的心情就由罗斯峰带场出来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 继续》